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愿意口服抗健身药物有的病人过敏 甚至引起粒细胞缺乏的 这种也推荐它进行点131治疗 所以就是说这个点131治疗呢 就是它适合于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些病人 还有一些病人呢 就是说他写这个持药 写这个繁琐或者写麻烦的 也可以这个推荐这个点131治疗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点131治疗呢 在这个欧美国家它是比较推荐的比较多的 因为它毕竟呢是简单 疗效也好 但是就是它的最大缺点呢 可以造成这个甲脂血功能的解退 所以我们对每一个病人 应该根据它的这个实际情况 现在这个个体化的治疗